太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运之下 砍了你吗 这么着急要走 不愿意跟我一起玩了吗 不是 但是娘说好一早就来接我的 秦哥哥 我爹娘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你别着急 兴许只是昨天玩累了 所以今天睡过头了 我这就叫人出去打听一下 爷 京城大大小小的客栈那么多 这可不好找啊 你先去郑国将军府看看 大 叶家啥时候跟郑国将军府扯上关系了 谁知道了郑国将军府一问 叶家还真在这里 哎呀 叶大叔 您怎么还跟这儿喝茶呢 咋了 自己喝茶有什么不对吗 你们不是答应秦天姑娘 秦哥一早去接她吗 秦天姑娘从一大早就等着 等到这会儿还不见人 都快急哭了 所以我家少爷才让我赶紧过来看看 他娘突然有事出去一趟还没回来 估计是给忙忘了 我这就跟你过去接她 那倒也不必这么着急 我回去跟秦天姑娘说一声 等你们忙完再去接她便是 我还是去接她吧 正好带她过来认识一下唐婶和两个堂哥 咱们老叶家一帮臭小子 两代人就得了这么一个小名 大哥大嫂好福气啊 我陪大哥去接秦天 秦天一看到叶老大 眼圈立刻就红了 对啊 你怎么才来接我啊 你娘跟你唐婶出去办事了 也没告诉我要来接你 这不就给整岔批了吗 都是爹娘不对 以后绝对不会了 唐婶 唐叔不是说唐婶还在边关那边吗 叶庆山文言脸上一红 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孩子解释自己撒谎的事 肯定是你唐叔在你家住的这些天 你唐婶带着孩子过来找他了 你想想 若是你爹去了老远的地方 你是不是也想让你娘带着你去找他呀 是呀 爹 你去哪里都要带着娘和我 不要把我们丢下了 放心 爹到哪儿都带着你们 叶庆山见秦赫轩帮自己解了威 感激地冲他一笑 早就听父亲讲过叶将军的传奇经历 没想到今日托晴天的福 能够见到将军 真是三生有幸 秦小少爷真是过于了 在下虽然远在边关 但是这些年也是经常听到百姓对秦大人的称颂和赞誉 对秦大人也是仰慕已久 叶庆山是平头百姓出身 完全靠着军功一步步爬上来的 秦松印对叶庆山 可以说是有几分英雄西英雄的情结在心里的 如今所有人都联系不上的叶庆山 突然出现在了秦家 知晓秦松印想法的秦赫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叶将军 实在对不住 您到访的事儿 我已经叫人去通知父亲了 父亲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可否劳烦您再稍后片刻 毕竟这是您第一次登门 若是不告知 父亲一定会怪我招待不周的 是我太唐突了 居然就这么直接登门 一会儿见到秦大人 还要请他多多原谅 不要怪罪才好 叶将军实在是太客气了 您可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秦某崇拜您还来不及 怎么会怪罪于您 秦大人 我没读过什么书 就是个粗人 但是我叶庆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也许在京城很多官员的眼中 战报上的伤亡人数不过就是一串数字罢了 但那些都是我手下的兵 是跟我一起浴血奋战的兄弟手足 如果没有您这几次的帮助 我们不知道会多死多少人 就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所以您今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只要我叶庆山能做得到 一定竭尽全力 叶将军如今年也过完了 你也很快就要上朝参政了 不知道您可有什么打算 不瞒秦大人您说 我如今真的是毫无头绪 就连之前打算宴请同僚的事儿 如今都是我家大嫂在帮我操持 不知秦大人可否支点一二 叶将军若是信得过在下 在下可以帮您推荐几位幕僚的人选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先在这里谢过秦大人了 秦松印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名字和他们如今的住处 这几位先生都是颇有才学和亲女兼备的 但是能不能把人请到家中 还就得看你怎么去谈了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是否继续更新后续聚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就会更新后续 如果宴请同僚的事儿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这边可以叫人提供一些帮助 当然 主要是一些规矩上面的 怕你们出来乍到不清楚 叶大嫂之前也帮我家做过酒席 有什么事也好沟通 不知道叶将军意下如何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吧 你放心 我回头就叫人联系你家夫人 这些事儿都是这样 一回生 二回数 没做过觉得难如登天 做过一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二人回到家里的时候 叶大嫂和邵氏也正好个刚进呢 秦天 娘忙糊涂了 竟把要去接你的事儿给忘了 都是娘不好 你原谅娘这一次好不好 秦天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难过的 但是一听到娘亲跟自己道歉 立刻就原谅他了 多亏了我临时起义陪着大哥去接请秦天 没想到竟然跟秦大人相谈甚欢 秦大人还帮我解决了目前两大人没知己 这一趟可真是没白去啊 还不等邵氏询问是哪两大人没知己 门外就响起了车轮声 将军 夫人 秦夫人的马车到门口了 老康 这 这可怎么办 该如何招待啊 没事 秦夫人很和善 人很好的 我陪你过去 盼着大人们都走远了 妹妹 咱们一起去玩啊 去哪里玩啊 我家后院有池塘 现在结冰了 我去做几个脚滑子 咱们去滑冰吧 好啊 这个好玩 可是我不会滑冰 不怕 我们两个教你 你放心 有我们两个在 绝对不会让你说着的 来人啊 救人啊 秦天姑娘这是怎么了 救 救人 掉 掉下去 少爷落水了 快来人啊 快来救人啊 少氏还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 直接晕倒在丫鬟的怀里 秦天呢 我家秦天呢 求求你们了 救救我家秦天 别急 秦天没掉进去 大娘 秦天在这儿呢 娘 他猛地回头看过去 只见叶昌瑞正抱着秦天走了过来 娘差点被你吓死了 你以后千万离水边远一点 听到没有 娘 疼 我身上疼 咋了 哪儿疼 告诉娘伤着哪儿了 摔跤了 波龙盖疼 手也疼 幸好叶昌汉和叶昌坤都没什么大事 确认两个儿子都没事之后 叶庆山才终于忍不住 我说没说过 不许去池塘的冰面上玩 你们以为这里是边关那么冷 冰都冻得结实吗 说什么都不听 天天就知道淘气 现在终于掉进去舒服了是不是 你们自己作死 还敢带着秦天一起 我看你俩是皮痒痒了 嫌我进京之后没顾上抽你俩是不是 多亏了秦天姑娘跑出去喊人 小的才能赶过来将两位少爷丢起来 秦天姑娘为此还摔了好几跤 幸亏只有你们两个兔崽子掉进水里 以后你俩都给我离秦天远一点 娘帮你呼呼 呼呼就不那么疼了 这是皇上遇刺的商药 那真是太谢谢庆 将军大人了 大嫂 你这可就见外了 什么将军不将军的 甭管我的职位如何 我的根子里还是叶秦山 你就只管叫我秦山就行 今天真是多亏了秦天 那两个臭小子 为了不让我知道他们去后花园滑冰 居然清退了所有的下人 要不是秦天跑出去喊人 他俩这会儿都淹死在池塘里了 老样 你快别说这个了 我心口疼 是啊 秦山 这话可不能乱说 孩子没事最要紧 幸亏秦天还没来得及上冰面 不然我们真是 万幸孩子们都没事 昌汉和昌坤也不是故意的 孩子今天也受了惊吓 就先别说这事了 庆山 尤其是你 今天不许再骂孩子了 等孩子们都没事了 再好好跟他们讲道理 行 嫂子 我听你的 秦天就留在堂叔这里养伤好不好 不好 我要跟娘回家 你娘也要多住几日呢 真的假的 娘之前说了我们今天就回去的 娘 咱们要在堂叔家多住几日吗 是啊 娘要帮堂叔做酒席 正好你陪着男留下住几日好不好 甘 Old 好